这次来支援的志工大多都是2017年的地震受灾户 当时受到慈祭的援助 现在也主动前来付出 而这一次的发放志工可以说是做好防疫 圆满了千人的发放任务 预计在明天将会展开第二场的发放行程 就是希望能赶在耶旦节到来之前 让大家能够领到物资开心过节